天津人耐吃 会吃 更讲究吃 憋得不说 光早点就能给你吃出话来 那可正是无话把门 琳琅满目的种类 由着与众不同的氛围 挑战在天津吃早点 吃五点不冲鸭 第六点吃点妈 就是这家豆皮卷券 用油豆皮包裹馅料 包裹好 将其切成一段一段的 两头抹上面糊 下入油过 杂质紧黄 老醋 控干油 油豆皮卷券就砸好了 这是杂鸡蛋 鸡蛋煮熟后 裹去皮 进行演制 演制一宿 转天早晨 站上面糊 油炸 要复炸呀 因为这鸡蛋在过里 热气扁足了 容易炸 老醋来降降稳 散散这热气 然后再复炸 而且复炸后 外皮更速炊 师傅 我来一套一角饼 一个卷圈 一个鸡蛋 做起来 七块 好嘞 你收口 吃一点 复好了 师傅 好嘞 谢谢您 我好久没吃过他家卷圈了 尝尝 跟之前的味道有变化嘛 哈尔老味道 这油豆皮吃起来脆香脆香的 带有这个荒豆的这个倾向 然后里面这馅料特别的脆爽 是以绿豆菜为主 里面有绿豆菜 粉条 香菜 调味就是酱豆跟麻酱 卷圈大致粉为散装皮的 一种是油豆皮 也就是脑子这个浓酱子调的这个皮 就是油豆皮 第二种就是绿豆煎饼面皮的 以绿豆为主料 服役大米或者小米等 坦质的这种绿豆煎饼面皮 还有一种就是面皮 大的这个馄饨面皮 云吞面皮 炸卷圈的活后也很关键 如果油温过高的话 它外皮就糊了 如果油温过底的话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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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散了 还有就是这馅料 馅料这个酱豆腐 还有麻酱的配比也很关键 麻酱多了 你酱豆腐多了就咸 这两则呢 哎 要恰到好处的 按照一定的比例 出来这口呢 哎 带有淡淡的咸香 还有这个麻酱的这个香味 越吃越香 尝尝这酱子啊 这酱子是无骨的 看看这色 挺浓的 带有一点凿香 有一点黑芝麻的香味 还有一些滑上的香味 试不说 还有黑豆什么的 合起来有一点点像黑芝麻糊 味道还可以 我是六点半到的 拍了炸价卷圈 拍了不到20分钟 差不多是18 19分钟吧 反正想吃炸价卷圈尽量早来 而且炸价就是天不好 下雨啊什么的 哎 就不出摊了 也为炸价属于露天的这种小厅子 看他家的几单 嗯 炸几单 外皮酥脆挺入味的 吃完了 挺好 咱把这酱子喝了 酱子也喝完了 这种油豆皮的卷圈 现在越来越少了 我知道的就两架 一架是他架 还有一架是兄弟大道 那有一架油豆皮卷圈 您了还知道哪里还有油豆皮卷圈 可以留言告诉我 谢谢大家 挑战在天津吃早点 15天不冲鸭 第6天我吃的是 焦饼 加一个油豆皮卷圈 加一个炸鸡蛋 还有一杯无骨的酱子 哎 这搭配棒棒的 如果您了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 点赞 小厂 转发 爱您哦 棒棒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